明星期間 明星期間 但是我想今個星期就應該沒有特別的焦點 因為始終上個星期A股入魔已經是塵開落定 對港股的年紀好像不是很大 今年去到今個星期就29日期之結 30個半年結的話 經常都充憑要粉飾廚槍 但我估計今年始終由去年的年尾收2萬2 去到現在來算升了3,600-3,700點 真的再強行推上去的機會就不是很大 我估計也不會被淡油再反逝 先撐住 我估計今個星期區間就25,500到26,000 即是跌又跌不破 升又升不穿 都會很悶的可能 即是沒有機會爆一旦一邊 之前說說A股入魔之後爆一旦一邊機會很大 要不就好消息出貨 要不就A股入魔就好消息憧憬就爆上去 反而他的消息公佈之後 市便是最悶的時間 我覺得你說爆市第一邊有這樣的機會 還有這樣的預測都正常 因為始終期指方面 張數都比較多 似乎就大坎大 因為一方面市況也算是挺強 另一方面累積升幅比較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自然有人看好有人看淡 但要留心就是7.1習近平 習大大就會來 無論你憧憬維穩也好 或者你憧憬就是他會有好消息公佈也好 似乎在今個星期 在距離之前你大手沽落的誘因不是很大 剛才分析過 你大手再在2萬5千7買上 好像上線空間也不多 我估計今個星期就應該 好有談友都會忍一忍就先 真正的戰場可能7.1之後回來才見真章